我们接下来 请把这张报表常用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把它搬到右边去 我只想算出来 最近2018年 这一个产品的总销售额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近年 发属右键新增量值 这个量值叫做销售额金 这个时候要用 Calculate这个函数 CA 当你输入了CA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放运算式 运算式就是销售总额 然后接下来在运算式这边 我要输入是加总SU 输入了SU 然后用方向键往下搜寻 找到SUM 然后往下 现在用方向键再去找销售额 TAB键就带上去了 又挖湖 在这个地方 SUM算完了 是不是运算式这边算完了 算完了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逗号 所以我就打一个逗号 如何控制它是今年 所以我用Y1 TAB键 year 什么日期呢 逗号 这个一撇不是逗号 是在Enter的左边 有一个一撇的符号 它就是呼叫资料表的做法 所以请输入一撇在Enter的隔壁上下方向键来去选我要的是什么 订单日期 所以你就用方向键往下滑去找到订单日期 TAB键 请问要哪一年 2018 2018 所以就等于2018 如果你要指定为今年 那就请你再写year 挖湖today 好 那在这个地方 3选1 设定完毕